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可以做太子 为何要让险 紫楚既有祖父遗旨 又有华阳撑腰 谁也阻止不了 何不给大家一个台阶下呢 这遗诏来得不明不白 大有文章可作呀 就算是当上了太子 我看也未必能长久 日子还长着呢 走着瞧吧 好意出以退为进 吕不韦 恭喜王孙 不 恭喜太子 待扶桑期满 父亲正式登基即位 我才是堂堂正正的太子 大局已定 那不过是时间的事 父亲一心扶桑 秦国的大小事物 都交由我来处置 是 马上勒令赵王 让他交出浩兰和正儿 我要接他们回秦守丧 告诉赵王 如今他扣留的不是王孙父 而是秦国未来的王后 若他再敢推辞 我便要陈兵伐赵再兴战虎 他不怕长平之祸重演 大可一世 诺 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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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练不好就多练 不许发脾气 出事了 公孙将军 喜事 喜事 大喜事啊 什么事你如此开心 王孙父 不对 不对了啊 得改口了 不能叫王孙父了 得叫太子父了 秦王孙当上太子了 我啊 就知道王孙他不是赤中物 迟早要一飞充天 这秦王已经传召天下 立他为太子了 赵王庭之后啊 立刻答应送你们归情 他这是要做顺水人情 太好了 咱们终于可以离开这儿了 不过呢 不过什么 我吧 留在这里 也没什么座位 我的意思是 能不能和你们一起去秦国 公孙将军在赵国受到排挤 都是因为当年帮助我们的缘故 对对对 若你不嫌弃 浩兰当然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走 太好了 就这么定了 这样啊 我呢想护送你们回秦国 待你们安顿好之后 我再派人回来接家小 好不好 好 我赶紧收拾东西 咱们尽快动身 明叔 真可爱 你赶紧收拾东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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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还来得及 离开赵国 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 公孙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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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斯寇 皇上有令 让我前来护送太子赴回秦国 你护送啊 这次护送 我可是正是 公孙将军是赴氏啊 这样啊 那既然如此 这一路就有劳斯寇 多多关照 哪里哪里 这一路就有劳斯寇 后来 怎么办 你们使劲全是个招待 贵族政权夺审 给我 各国互相攻防 拿过 谁有想过平民百姓的苦楚 在这样的乱世 他们过的世子 连人都算不上 请太子复用膳 叶医师 你是担心 我在这菜里边下毒吗 谁知道呢 我要是杀人 何必要这么麻烦 你想干什么 你们都太瞧瞧于司寇了 他奉命护送我们归秦 中途出了什么差错 秦国必定心事问罪 于氏宗族可有上千人 赵王为了贫惜秦人之怒 说不定会拿他们当替罪羊 于司寇怎么舍得啊 听见了吗 于司寇是不是想以身试法 方小心 这鱼路我还尝着呢 你们早晚都会知道 鱼某是什么样的人 吃饭 这鱼路我还尝着呢 公子傅 您都一天水蜜未尽了 多少吃一点吧 下去 公子 我来 诺 我来 如今早晚各一餐 每餐便是一碗青粥 足枯季后 方可饮用粗饭和水 我知道 我不是不懂礼仪 吃不下 我知你往日十粥 需用果片调味 但满洲年小祥季后 方可饮用菜菇 忍忍吧 不要 你干什么 我是为你好 你是当不成太子 故意寻我撒气 我早就提醒过你 当心子储和吕不韦 那子储一生不想 就赢得了老秦王的心 才让吕不韦搬来了遗诏 本就是你忌不如人 输都输了 还有脸来怪我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种 小肚鸡肠的男人 因为一时之气 就来寻妻子 闹脾气 不是吗 放开我 干什么 别乱动 三日不时 你还有力气咬我 一月不时 你连生气的力气都没了 若不想衰竭二王 就乖乖地喝了这碗清中 果子 居丧期间 的确是不能用菜骨 那你还给我 居丧之礼 有吉 则饮酒食肉 若因疾病耽误了半丧事 那才是大无效 吃完了再出来 让人看见 一定重重发你 伤心 不及 父王 您哭声不绝 昼夜无时 已是身体大损 若当真病倒了 无法再承担丧事 才是真正的大不效 不及 父王 居桑近安 本是一个孝子应尽的礼数 但您不只是一个孝子 更是异国之君 您要不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那秦国 和秦国的这些子民们 又将置于何地 您还是先回去好好休息 待养好了身体 再过来受桑也不迟 请皇上保重身体 父亲 太子殿下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您得想想办法 去请王后 诺 公子傅 您没事吧 带公子傅回去休息 我不 父王在这儿 夫君在这儿 我身为儿媳 礼当尽孝 他 连公子傅都比华阳夫人弄规矩 王上哀悼不尽 行销鼓励 可他呢 竟连面都不露 我听说 这华阳夫人是病倒的 呸 他哪是病倒了 他哪是对老秦王心存怨恨 不肯受丧呢 你说多大的怨恨呢 竟致人伦理智于不顾 嘘 让人听见 华阳夫人到 父王 母亲来了 把王上扶起来带回宫 不 我扶驾河西去 魂归故里 我怎能入室自安 带走 我要守下 我哪儿都不想 给我绑了 华阳夫人 王后 您这是要干什么 刚刚老秦王托了梦给我 让我好好照顾王上 现在把他强行带回宫 是为了他的身体着想 谁若阻拦 就是与我作对 敢反抗老秦王的旨意 更是大秦的罪人 带走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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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回去吧 该守丧的守丧 该办公的办公 耽误了朝中大事 一律严惩不殆 诺 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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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医师 请医师 快 诺 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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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装得像不像 你在演戏 对啊 死的又不是我的祖父 伤的也不是我的父亲 我凭什么被痛欲绝呀 但是 若是不做出一副 至情至孝的模样 如何能为王孙你 拉拢人心呀 今日 有了那华阳夫人的对比 越发显得你我 诚心诚意 你看 这眼下的乌青 是蛋 还有 这嘴上的 干皮 是鱼胶 是鱼胶 干什么 我这么做可是为了你 算是 谢谢你的一果之恩吧 别给我这副臭脸 胡闹 公子 您的鞋 滚 公子傅 公子傅 您终于醒了 刚才可把公子给急坏了 这一路跑过来 鞋都掉了 为了我 可不是吗 这大日头都晒了一整天了 公子傅 您还是早点歇歇吧 一时一会儿就到 你受了风寒 又一路奔波 好好休息吧 今天晚上 我来照顾正儿 教育 见到正儿了吗 见到正儿了吗 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 我 封风钱 放开我 放开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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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静儿 明天所有的人都会知道 王孙是贪玩溺水而亡 至于你和公孙前 只不过是两条野狗的性命 没有人会心疼的 我杀了我的儿子 我也要让他知道 这投不欲生的子们 杀死怨傲的人 是我 是我 贱人 去死吧 去死吧 淳于 我 我 我 你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刚 在西面抓鱼 他突然扑过来 想要淹死我 我拼命挣扎 然后 我就装作一动不动 他 他以为我死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知道 郑儿 你很机灵 你救了我的命 这把匕首 郑儿 我在哪儿 在 在这儿呢 这把匕首留给你当做个纪念 谢谢 谢谢 今夜发生的事 谁都不准说 明日要有人问起来 你就说咱们遇上了劫匪 羽大人和公孙将军都死了 娘也不能说吗 咱们不能吓着他 可他是坏人 他是坏人 可其他人是无辜的 如果今夜 他刺杀清国王孙的事情被传扬出去 于是会被灭族的 郑儿 就照我说的去揍 走 我带你去清洗一下 别被别人发现了 走 思路见过嫂嫂 哟 这是谁啊 公子傅 这位是太子傅 长嘴 嫂嫂 您这是干什么 如今老秦王刚刚轰了 新王尚未登基 哪儿来的太子傅 太子已代替王上处理政务 赵令也都传遍了六国 我家主子 怎么就不是太子傅了 真正的太子傅乃赵豪家女 如今正在赵国为智 怎么也轮不到你 区区剑壁也敢顶嘴 给我磕了她的舌头 主子救命啊 嫂嫂 我也是米氏的贵女 由华阳夫人做主 堂堂正正许配给太子 您不该这样如我 既是堂堂正正 为何不去正殿守丧 你还做着太子傅的春秋大梦 却不知在子储眼里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主人 主人 近日你常来郊外散心 日落反归 是不是在等什么人呢 跑马而已 你瞒不过我的 您是在等 照过来的客人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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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 吕不韦 我给你写了好多信让你来接我 没想到你真来了 白灵儿 就是我 不然你以为会是谁啊 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去世之后 大哥为了避祸 硬是押着我回乡下了 后来趁大哥入了军营 我悄悄溜出来的 我给你写了好多信 你都收到了没有 你看我现在 是不是比以前成熟多了 白小姐 你为何一直缠着我 因为我喜欢你啊 我可没工夫 跟个小女孩瞎闹 我已经不是小女孩了 我 喂 你去哪儿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驾 吕不韦 驾 驾 驾 小姐 咱们还尽筹吗 当然了 这次回咸阳 就是为了嫁给他 万一让大少爷知道 银头流出来的话 怕什么 他现在训练新兵呢 再说等他发掘的时候 我都已经嫁给他了 小姐 你这么有自信的呀 必须的呀 我爹生平未有一败 身为他的女儿 当然不能给他丢人了 我发誓 这辈子吕不韦的妻子 废我莫属 你干嘛这样看我 没什么 公孙将军的后事都安顿好了吗 我派人将他送回了邯郸 又把全部的钱交给了他的家人 等将来到了咸阳城 还可以派人去邯郸 接他们来秦国生活 可是 我的药箱是不是落在外面了 等等 停车 左爷 你瞧尽劫匪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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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官恭迎王孙 马超内坐着母亲 你为何不先向她行礼 王孙 下官接到的任务 便是迎接您回宫 这叫什么话 难道没人告诉你们 太子父也会一块回来吗 请先入城吧 你 指示王孙不识太子父 这是什么意思 自然是 秦国有人不欢迎我来了 恭送太子父归行 好 母亲 那人犯了什么罪 那是苍瑟夫 古苍里边老鼠成灾 严重咬坏了粮食 那那个人呢 他呀 今年正月羹牛大烤的时候 他养死了两头牛 却隐匿不报 冒陵赏赐 当然要罚 那这 这个 最后这个 他犯了什么罪 他呀 那可言重了 他负责修筑城东的石桥 瞧他了 由上而下 抓了好几十号人 全都要看头 蓁儿 进来 秦律如此严苛 从前在赵国时 人人都说秦人如毛隐形 残忍耗杀 可这一路走来 咸阳鸣风淳朴 秩序井然 这和我想象中的秦国 不太一样 不是要入宫吗 这是要去哪儿 诸位 这行馆是你们居住的地方 请先入内休息 这位 是宫中的杜女官 这位 赵姬 宫里规矩多 怕您不适应 王后特命我前来教导 你叫她什么 名分未定 身份不明 不称赵姬 难道称太子夫吗 什么叫名分未定 身份不明 还有 太子夫出身名门 又在宫中生活多年 何须你来教导 姑娘说的话 谬误有二 一则 秦赵不同 礼仪有益 赵国的规矩 在这儿未必行得通 二则 刚才奴婢已经说过了 她还未获得正式册封 只能以赵姬呼之 浩兰是由赵王赐婚 嫁给义人做正妻 为保护她归秦 被困在赵国多年 千辛万苦才能来到咸阳 可你口口声声说她身份不明 根本就是忘恩负义 你让她来见我 我倒要问问她 这么对待我们 算是哪门子道理 赵姬 你身边的婢女 如此不懂规矩 也配入宫吗 杜女官 正儿 她和你身份不同 不是奴婢 而是我的之交好友 若国悲逆 竟然敢如此跟我说话 难怪王后 让我过来教导教导你 如此巨傲 如何侍奉太子殿下 从前秦人 世代为周王施养马 凭何立足于天下 靠的绝不是鞠躬自傲 眼光狭隘 而是历代秦王 请来的中原客亲 取游鞠躬自傲 取游鱼而霸西容 求百里希强教化 引简书施变阁 用商鞅仪风俗 以章仪破合纵 便是当今的范丞相 也是魏人 但凡你宫中礼仪 也是从东方袭来 若无你眼中的 若国悲客 如何成就当今强秦 便是当今的秦王 也不敢随便说一句 我是若国卑女 让开 这些是什么人 是宋去宇阳宫的俘虏 这边要这么绣 从这里穿进去 怎么不哭 我小时候母亲教我学刺绣 十根手指长长鲜血淋漓 十指连心 刺痛了 怎能不哭呢 哭 快点哭 哭起来要梨花待雨才叫美泰 哭成这副德行 怎么叫人怜爱 再哭 你还想不想吃饭呢 快哭 哭得梨花待雨一点 堂堂男儿 全做女儿之态 哭什么哭 死了好了 快哭了 你 整日让我们做女儿之态 到底想干什么 一百个少年俘虏 一百个少年俘虏 为了活命 为了讨口饭吃 全都老老实实地 学习歌舞刺绣 你是第一个敢站出来反抗的人 好有勇气的少年狼呀 做不了女人 你杀了我吧 这儿好生热闹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明明一群男孩子 却都穿着女人的衣服 还在这儿学刺绣 因为我想知道 若是让他们做女人做的事 那他们会不会变成女人 公子傅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若是男人去学习歌舞刺绣 女人去学习耕仲打仗 那男人会不会变成女人 女人又会不会变成男人呢 我就是想知道 所以才招来了这群俘虏 公子傅 你可真有意思 那我问你 这结果如何呀 刀剑相斜 美食相诱 便开始哭哭啼啼 柔弱娇贵 毫无男子的鹦鹉之气 一群废人 那不还有一个例外吗 可是我不喜欢例外 你不想做女人 你不想做女人 我又不想让你做男人 怎么办呢 那就只好去做四人了 带走 带走 慢着 你看她才多大呀 十二岁 十三岁 这么大的孩子 哪知道个轻重啊 小子 赶快向公子傅道个歉 乖乖地回来学刺绣 明白吗 恶心 好了 这孩子 怎么就不懂个好人心呢 这事啊 道个歉也就过去了 你就不知道扶个软 要我做女儿之态 我宁愿一死 停 瞧这倔强的样子 倒是蛮可爱的 你叫什么名字 老爱 不如这样吧 反正这个人 你也不要了 给我如何 不过是个孩子 您要来能做什么呀 这个孩子 我要定了 怎么 公子傅不舍得 也就是个俘虏而已 你想带走 请随意 那我就谢了 走了 太子傅要回来了 您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我还要急着去华阳宫 改天 再来看你训俘虏吧 那您知道 太子傅 和吕大人的传闻吗 请王后替奴婢做主 此女还未进宫 就如此猖狂 妹妹 你也不管管 姐姐还未见过她 好似便印象不佳 我这是为斯罗着想 斯罗可是为她生下了成脚 有我在 谁敢动他们的位置 话不要说得太满 人家是患难夫妻生死与共 那情分可不一般哪 她敢 王后 夫人说得对 这女子并非寻常人物 谨慎起见 绝不能让她进宫 有这么严重 看着满面笑容 实则 禀王后 太子求见 瞧见没有 你这儿只是不让人家进宫 人家这儿就眼巴巴地问罪来了 我抱恙在身 不见客 诺 此女不能入宫 明白该怎么做了 王后放心 怎么样 王后不肯见我 王后与昊兰并无局域 阻拦她入宫 必是为了思罗 只怕是为了他们自己 他们一直指望 成脚当继承人 郑儿的到来 便是最大的阻碍 昊兰是我的妻子 归秦名正言顺 她拦得了一时 拦不了一世 别忘了 她是秦国王后 太子 是 果真下定决心 吕不韦倒有一计 你打算做什么 如果一计而行 恐怕有损太子茗玉 直言不会吧 我只担心有了思罗和诸位美人 殿下早已忘了 吕不韦 请太子准我 放手示威 既来之则安之 昊兰 都三天了 没有任何人理会咱们 到底在干什么呢 你问我 我又问谁呢 你都不生气吗 咱们千里迢迢来到秦国 可不是来吃闭门羹的 都等了八年 难道三天都等不起了吗 我本以为 只要离开邯郸就可以远离争斗 从未想过 刚到了秦国 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生死考验都过来了 区区的刁难 又算得了什么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他们不给你名分呢 那我就进宫去 给义人一巴掌 然后再把证儿带回赵国 他早就不叫义人了 而是叫紫楚了 好了 终于看到你的脸上有笑容了 他这样怠慢你 一记耳光怎么够 把他打成猪头 都不结我心头之恨 傻瓜 如今的秦国 还不是他一人的天下呢 都不结我 那真不义 那你准备手 9星辰 这故事真美啊 你看这姑娘真是太可怜了 来来 chama 诸位 傅良肉 子蹄记 福文秀 妻无义 说的是从前 百里西枝其度世 千里寻夫 谈得倒是咱们当今 大秦的太子啊 没错 太子在赵国为治 生活困顿 九死一生 却又赵姬 舍生枉死 相依为伴 可如今 这位正式 千里迢迢带着王孙来寻亲 竟被拒之门外啊 就是 贫贱之妻怎能相忘 就是 如此有情有义的女子 太子为什么不要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义大情欲 抛弃妻子 该怎么判 你懂什么呀 这哪是太子不认 这是华阳王后 让她另娶 复孤不相悦 反称儿相机 就算是婆婆 还能不讲理了 是是是 所以说诸位 竹子这般 天理何在 你们说是不是 对啊 是啊 是不是 天理何在 天理何在 是啊 天理何在 天理何在啊 天理何在 天 是啊 天理何在啊 是啊 天理何在 太可怕 天理何在 太可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